欢迎收看这支News,今天是4月16号 前天,4月14号,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召见了中国大使张霄 表达这一篇文章的抗议 这篇文章叫《哈萨克斯坦为何渴望回归中国》 它指出这个文章内容和哈中两国的多边战略伙伴关系精神不符 我一开始以为是小题大做 因为类似的文章在微信上或者在中国的论坛上 十几年前,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篇 不同的地区,有的说什么缅甸的国感 越南的哪,印度的哪,俄罗斯的哪,还有蒙古 这种文章20年前就已经很多了 这次为什么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会怎么在意呢 后来发现这个文章已经不只是微信里或者是论坛上 就是网友自己写的 这个文章是转载到了搜狐的正式的新闻栏目上 所以人家就比较在乎了 因为搜狐算是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 而且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显然对中国的言论审查应该非常的熟悉 中国只要稍微出隔点的言论在网站上 中国的媒体上,网络上,不管是哪儿都能给你删了 这篇文章可能登了很长时间,可能都还在那儿 然后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就有点不满意了 这个文章大概是说哈萨克斯坦自古跟中国源源很深 哈萨克斯坦认为中国多次侵略他们 但是当地人好像对中国并没有很多怨言 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 这个清帝国的力量被榨干了 俄国趁机强占了清帝国土地 所以哈萨克斯坦归属俄国 现在随着中国的强大 俄国的衰落 哈萨克斯坦就是很想回归中国 这文章的最后呢 还提到说哈萨克斯坦一个小镇 村民坚持说自己是李白的后裔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是汉族的后裔 他们一心一样回到中国 这样的说法在一个说缅甸国感的文章上 也能看到说缅甸国感一个地区 用的是六星红旗 自认是远征军的后代 或者是中国人的后代 而且一直以来就有个说法 说中国把李白出生地算在哈萨克斯坦境内 其实是一种刻意或者是一种阴谋 实际上李白可能出生于四川或者新疆 但是他把它算在哈萨克这个境内呢 就是为了以后是真的让哈萨克斯坦回归中国 所以这个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呢 反正对中国这个网络文化呀 言论审查应该很熟悉 他14号就这篇文章呢 召见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霄 并且向中国外交部发送了正式的外交召会 外交召会就是说不同意文章的内容 严重违背哈中友好互助的精神 这个举动就很正式了 直接发送外交召会表示抗议了 然后中国外交部呢就声明 这篇文章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 两国的友谊绝对不会动摇 就类似的之类的回归体啊 已经发展到了外交纠纷的地步 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于是呢 在哈萨克斯坦抗议过后 4月15号 很多的微信公号就被删了 很多类似的回归体都被删了 这个4月15号在微信里搜索 就会发现有一个公号叫最新的汽车资讯 它一个公号发布了近30篇 某某国为何渴望回归中国 某国为何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文章的标题 公众号注册公司是陕西省西安市 曲江新区蜡笔网络工作室 去年的1月7号 注册了公众账号最新汽车的资讯 然后就在4月15号 西安市曲江新区网信办案 告诉新闻媒体 这个公司呢 在2019年7月29号已经注销了 但是之前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活着 4月15号 他们已经把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给屏蔽了 至于记者问他为什么去年就注销了公司 但是这个账号还不断的发多篇 某国渴望回归中国的文章 工作人员说问题太过专业了 需要进一步了解 通过网络查询 这个公司主体蜡笔网络工作室 注册是在2018年11月24号 法定代表人姓钟 公司地址是西安市 威央区太华北路 一个居民楼里 一单元2201 经营范围是网站设计 网页设计软件开发 现在的经营状态是注销 那么在2019年1月7号 注册了最新汽车的资讯 2019年2月5号发了第一篇 印度曼尼普尔为何渴望中国 说印度的曼尼普尔地区 从中国西汉时期就开始了 虽然他们身在曹营 但是渴望回到祖国 3月28号又发表了 最希望回归中国的国家有哪些 列出了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 哈萨克 蒙古国 图瓦共和国 另外还有多篇类似题材的文章 是越南为何回归中国 阅读量有大概2万 周边的国家几乎都要回归中国了 根据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 4月4.11条显示 微信平台关于煽动夸大误导类内容 标题涉及国内外政治 军事经济国家政策 虚假夸大内容 以浮夸的描述 煽动人群 或不要去做某行为等等 这些都属于违规 轻的会对定点文章进行处理 情节严重的限制账号转发搜索功能 或直接限制账号使用 其实大家也知道 所谓煽动夸大标题误导之类的 只要是涉及中国政治 所谓抹黑中国的 所谓说中国不好的地方的 可能你文章连审核都审核通过不了 发了一会儿可能就被删掉 如果发的多了 账号就被冻结 但是像类似于某某回归中国 这种吹捧中国的 哪怕你再浮夸 你的文章一般是不会有事的 公号也可以常年保持运营 只有像这类引起了外交纠纷的 可能才会去处理 针对就是微信上多篇 就是多国渴望回归中国的微信文章 4月15号微信方面回应 已经删除了类似的文章 227篇对153个公众账号进行了封号处理 也就是一天之内 对153个公号进行封号 删除文章200多篇 之前如果不是哈萨克斯坦抗议 这些文章应该都正常保存着 从一个公安局统计数据显示 2月27号到3月16号 有个叫掌上瑞士 掌上白俄罗斯 掌上印度 掌上杜柏林 等等60个微信公众号 批量发布雷同的标题和文章 以华人口吻讲述 国外疫情下的困境 标题大多数是疫情之下的某某国 店铺关门歇业 划上太难了 微信平台删除了100多篇类似的文章 负责调查这个的是福州市公安局 他在4月3号发布公告 说发布多篇疫情之下的 某某国店铺关门歇业 华人有难回家 划上太难的 公众号管理人物叫薛某 已经被警方采取形式强制措施 这个盗案以后 薛某承认相关文章一手捏造 为了提高阅读量和涨粉 以其盈利 他查封了他三个公司主体下 50多个违规账号 其实看到这样的标题 我就想起前段 推特上有一个人罗列的 就是微信里面的小文章 大概内容都是完全一样 就是海外华人感谢祖国 哪儿哪儿疫情非常严重 是哪儿哪儿的人 比如意大利人感谢中国 十几个国家 内容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名字换一下 可见这些要么 就是像上面说福州公安局查的 那个是为了提高阅读量涨粉 批量批发之类的文章 要么就是有组织的网络水军 总之在现在中国的言论环境下 刷爱国流量成为了一种营销方式 一种生存方式 包括很多在中国的老外 只要说两句国外多么不好 怀念中国 中国有多么的好 那个流量可以说是几百万上亿 但是这种爱国流量在中国国内刷一刷 可能没什么问题 刷到国际上就引起国际纠纷了 那么中国最近的关于各种战狼外交 吹捧外交 已经引起了多个国家的反感 今天这个新闻可以算是对 前一天刚刚发生的 这种外交纠纷这个新闻的一个回应 中国政府的动作也挺快的 最近据说中宣部等等部门 忍痛修改了在疫情期间 对外宣传的方式 说是忍痛才能够不吹捧自己 当然他再忍也没有想到 就是有一些水军不受控制 自行寻找目标 比如说引发了中泰网民大战那个事 那个事呢 我们有机会另开一个节目说 今天这则新闻就给大家播到这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